这只狗在70年前有个银行账户 当时的美国人用它银行账户里边剩的钱 为它买了一颗墓地 然后我现在要去看一下 那块就吃了 我们先看一下这边啊 Hello I come here for making a video about the brownie About what? Brownie the dog? 刚才问他们几个人 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事 这一篇就是他用他银行账户这钱给自己买的 这有个他的牌写了一下他的基本的故事 然后还有一个网站可以查一下他的有关的东西 1940年的时候Brownie就走到这块路口 这块原来就是那个出租车公司 公司那个老板就给他带点吃的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块待着了 原来那块有个公交车站点 那时候人也没有手机 就等车的时候就躲在那跟他玩 拍拍他呀 摸摸他的 他们说他在世界上被人拍头自主最多的狗 因为那个公交站点呢 大家等车的时候那时候也没事干 跟他陪他玩的时候都过去拍拍他的头 这个就是那个路口 他平时就在那块待着 他这个银行账户是怎么来的呢 是有一次他出车货了 出车货之后 那个出租车司机就把他拉到医院去了 活着就在那块立了个牌 写着他出车货的需要帮助吗 我估计当时有个盒子 然后他们就把钱放在那个盒子里 然后恰巧这块有个银行 他们就想到就把钱存银行里边吧 就以他的名义开了个账户 然后就把钱存里边了 就隔那个路口不远 这块原来就是那个银行 然后现在改成一个museum了 美国这里银行是说过门就过门 什么银行啊这是 现在这个museum里边还存着当时的 有关他的报纸啊 还有还有他的照片什么 结果今天关门啊 活着从网上给大家找一下吧 这里有些牌子列的一些有关的一些人名 这个人是给他建狗窝的那个人 这个的是给他办葬礼的那个人 这个人是给他每年给他付那个 他那个盆的钱 你说我感觉还跟狗要钱 我感觉有点过分我感觉 要他要没钱交怎么办 这是那个他的兽医的名字 这个算是个主角吧 就是他当时给那个给Bronny一口饭吃 然后他就一直留在那块了 就是那个出租车司机老板 这个是后建的 当时没有 但是后半 年前 喜欢狗的人给他建了一个雕塑的 这样的关系 我就是那把雕塑的 我喜欢那个雕塑的 就是因为那个雕塑的 这些没东西 也对了 但是要有一些蛟 就像个雕塑的 一种同一样 如果只能俩 就是那个雕塑的 还培念心 还不得了 因为 时尤确 还不得了 还不得了 肯定 在身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